不停的有花友问我 老花一我用什么肥料好 我就跟大家伙说 就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肥料 就是80年的老粪坑产出的那些东西 有些话说非得80年 90年的也行 就是说粪坑里面的东西 虽然说听起来很熟 这个东西确实是很好 因为咱们老祖宗用了几千年了 他都是在用这种 是吧 有些话说 老花一我粪坑里面我用不上 如果是咱们是 就是说有小院 如果说地灾的臭膀 真的是用一些发酵的粪肥 是非常的棒 但是很多的臭膀说什么呢 老花一我盆栽 我在家里面 我在楼房上 我怕脏 我怕有味 我怕生小虫子 其实粪肥就显得不太合适了 那有点话说 有什么办法吗 其实我无数次的去跟大家讲 这个东西很简单的 你就说最好的肥料是粪肥 没有粪肥怎么办 没有粪肥 大家就可以考虑 你像咱们农业上 咱们就先按农业说 种地来说 如果说没有粪肥 咱们地里面会什么 接杆还田对吧 那么到了咱们养花上面 还是那个道理 你用粪肥你觉得不合适 你可以用腐质土 什么是腐质土呢 也就是进口的泥碳土 你像我们养凤鲜 然后养什么花 就目前90%的大棚 它都是在用这种泥碳土 也就按照燃料进口的 就是那种腐质土了 这个就叫腐质土 对吧 因为腐质土里面 本身它就是植物腐化之后 就是腐熟之后的东西 植物生长所需的东西 它里面肯定是都有 对吧 要么你就粪质 粪质里面它有很多的 你像一些氨基酸 黄斧酸 黑斧酸 它有很多很复杂的 一些个熬合态形式的 各种各样的营养元素 都可以给植物吃 明白吗 这是大自然的一个生态 有的话 总是抱怨 这了那了的 那句话 如果是地宅 有地有院的朋友 用粪质 最哇塞的 你其他什么肥料都不用 如果说咱们盆栽的臭板 您就按照我们大棚里面 这种来泥碳土 无稽肥就行了 你比方说史丹利那种符合肥都可以 便宜的农质店里面都可以上 各种无稽肥 各种符合肥 或者营养液 像大棚里面经常用到的一些肥料 就是像花朵朵这种 一些个无稽肥 还有一些个缓释肥 它就这些东西 它难吗 它不难 好吧 有的话说 老花一 那个土壤活化剂 那这什么爆花树 那啥的有用吗 我下期再给你道的这个事 发现 这个 韭菜 真是韭菜都长那么高了 好了 我老花一 养花最大一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赞 来了